美国的新冠病例激增 洛杉矶在11月20日起推出宵禁令 禁止餐馆在晚上10点至清晨5点之间营业 南加州的中餐馆代表指出 因为近日新冠疫情上升 时刻减少前来餐厅户外用餐 营业额减少很多 而居家令重启 令餐饮业经营更是雪上加霜 蒙市ABC港市西餐厅周日中午有不少时刻光顾 但位置也是坐不满 该餐厅的陈老板坦言 这几天的生意只是普通 陈老板表示 最近疫情太紧张 客人少很多 少得差不多一半 肯定很大 肯定肯定没办法 绝对会少一般生意 真正这个卧糖市生意就 有一点数据有一点伤心 还蛮不错 但是就于这几天因为这个疫情的报告 然后这个药靠体来讲 他说属于很紧张 所以客人出来比较少 老人家出来比较少 前一阵子老人家 哇 很多人跑出来这几天就少了 很多餐厅也不能做到再便宜一点 因为这个价格成本啊 所以但是很多人怎么来想都没办法 只能够把这个工钱省一点 工人请少一点 周金绝对不能便宜 他不能给一般的周金啊 我们就是希望要很多餐厅都给一点点 一部分周金我们这边不行 盟市副市长饶颖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因应新冠疫情 市府之前有几笔的资金用作支援小商户 我们尤其是有一笔呢 是特别会给到屋外堂吃的餐厅 因为他们可能要买那个热的热炉 那个热的热炉啊什么的 希望就可以改善帮助他们 减轻他们的开烧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是给小生意 也有一笔特别是给屋外堂吃的那些餐厅 那他们很多时候呢不只买热炉 还有买那些那个可能水的那个挡住路的 那个挡住车的那些设备 所以我们呢都希望帮助那个餐馆 可以那个顺利多佈这样 我觉得很多市民都跟我们讲说 比较担心 当然出来呢机会少一点 不过呢好像看到现在的话呢 也影响不是很大 不过希望呢我们疫情呢慢慢减退的话呢 希望可以又进一步可以改善 不过呢我希望大家那个都小心 户外那个在社区那个保持距离 不过呢也希望你们不要减退 就是你们出来那个用餐的那个心